北京时间1月6日消息 塞尔维亚媒体报道了 德约科维奇到达澳大利亚之后的最新消息 在此前德约官宣了自己获得了医疗豁免 启程前往墨尔本参加即将开战的澳王比赛 不过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后 德约的入境却并不顺利 报道称 德约科维奇在当地时间1月5日晚上 11点30分抵达墨尔本 但是在落地之后 他却遭到了另一番待遇 消息称 边境部门发现德约申请签证类型有误 不能用于医疗豁免 在发现了问题存在之后 海关方面紧急跟维州当局取得联系 希望可以临时批准德约的签证申请 但是这遭到了维州方面的拒绝 据称德约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后的几个小时里 遭遇到了罪犯般的待遇 在深夜他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讯问 然后被关押在机场的一个房间之内 有两名工作人员看守 目前德约的手机被没收 他无法跟自己的团队成员取得联系 不过有另一种说法表示 问题并非出在了德约的签证申请错误 而是因为海关并不认可这个豁免 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 澳大利亚方面甚至有可能推翻给予德约的医疗豁免 在德约宣布获得医疗豁免出占澳网之后 在舆论上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这些争议不仅仅是来自球员和球迷 更多的来自非网球领域 目前这个事件已经超出了网球范围 接下来就看德约要如何应对了